天气越来越热了,教大家做外面的珍珠奶茶,糖和茶叶一起炒,炒至焦黄冒泡泡,倒入开水还有纯牛奶,奶茶就做好了,锅里放红糖,半碗西米,加滚烫的开水,煮30分钟问10分钟,红糖珍珠就做好了,放入杯中,加入刚当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想喝珍珠奶茶就这么简单。 这样做的空心小饼,你一定喜欢,加入加菜都特别好吃,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做吧 300克面粉,3克酵母粉,3克白糖,180克温水,活成光滑的面团,醒发至蜂窝状 发好的面揉一揉,切分成小剂子 小碗中加入2勺面粉,3勺油,调成稠一点的油酥 把小剂子中间按个小窝,包上油酥 再给它擀成小饼,放入不刷油的平底锅中 烙至一面上色,翻烙另一面 烙至中间鼓起,小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小饼各个空心,加肉,加菜,加鸡蛋都非常好吃 喜欢就关注我吧,明天带来不一样的美食,感谢大家 鸡蛋加水煮8分钟,敲破蛋壳,加葱姜,干辣椒,冰糖 盐,老抽,生抽,一袋茶叶蛋料包,加水没过鸡蛋 煮580秒即可,学会了点赞收藏 今天做了小朋友的最爱,奶酪棒 锅中加入250克纯牛奶,6克白糖,两片芝士片 搅拌至溶解,再加入25克白凉粉 小火熬到融化 倒入模具中,送入冰箱冷藏定型脱模 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我烤了披萨,看看你喜欢吃吗 100克面粉,1克酵母粉,50克纯牛奶,搅成絮状 再加入8克玉米油,揉成光滑的面团 擀成薄饼 披萨盘刷上油,放入饼坯,用叉子插上小眼 饧面20分钟,再放入空气炸锅160度,烤5分钟 刷上番茄酱,撒上芝士碎,再撒上玉米粒,再撒上芝士碎 送入空气炸锅165度,烤15分钟 披萨就烤好了,切开看看 看着丝拉的,可好吃了 喜欢的,你也试着做吧 红烧带鱼这样做,隔壁老王又流口水了 你想吃吗?来,跟着我一起做吧 清洗好的带鱼加入葱花,料酒,盐 抓拌均匀,腌半小时 腌好的带鱼,均匀的涂抹上一层淀粉 放入平底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另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蒜爆锅 再加入清水,加料酒,酱油,老抽 最后倒入带鱼,小火炖煮收干汤汁 又简单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有时间做给家人吃 今天我用玉米自发粉蒸了一锅早花馒头 这个玉米自发粉不需要再加其他东西了 只需要加温水就够了 300克玉米自发粉加入160克温水 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饧面,直接分成剂子 取一个剂子擀成饼 切分成八份 再挪在一起 用筷子从中间按压一下 再旋转一圈 取一颗红枣 从中间按压下去 整理一下,摆入蒸屉 饧发至半个小时 凉水上锅,水开即时蒸15分钟 再焖5分钟 枣花馒头就出锅啦 喜欢的你也试做吧 今天我炸了茄盒 外皮是酥脆的 里面的馅料特别的鲜 非常好吃 肉馅中加入葱花 姜末 料酒 酱油 盐 五香粉 蚝油 食用油 香油 再打上一颗鸡蛋搅拌均匀 一袋脆皮炸粉 加上100克凉水 10克油 搅拌均匀 茄子切成夹刀片 放上肉馅 边缘 粘上一层玉米淀粉 均匀的粘裹上面糊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冒泡了 立马放入茄盒 炸至两面金黄 我们的茄盒就做好啦 喜欢的就关注我吧 每天做好吃的 今天我用玉米面 煲了牛肉大白菜水饺 肉馅中少量多次的 加入花椒水 搅拌至完全吸收 再加入酱油 老抽 蚝油 肉馅饺子粉 食用油 葱花 搅拌均匀 再放上白菜 最后来点香油 搅拌均匀 饺子粉 加入凉水 搅成絮状 揉成光滑的面团 切分成剂子 再搅皮放上馅 随意的包成饺子 水开下锅煮两开 大白菜水饺就出锅啦 喜欢的就关注我吧 每天带你吃好吃的 想吃雪妹娘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只需要加开水就可以做 非常简单 250克雪妹娘粉 加入250克开水 拌匀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准备淡奶油 加上白糖 用电动打蛋器 打发至有纹路 把面给它撑一撑 分成30克一个的剂子 再擀皮 放到模具上 挤上淡奶油 再放上奥利奥饼干碎 喜欢吃奶油的 在上面再放上一层 包起来 像这样雪妹娘就做好了 Tri. Kingsley